如今,议考是越来越火了,而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专业作为议考热门中的热门,一直是备受关注。 今年,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计划录取75人,却有4569人报考。 昨天,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公布了副式榜单,七成多的考生被淘汰。 约定的发榜时间在上午11点,10点钟不到,许多考生就已经早早来到学校排起长队,交集等待。 发榜开始后,大家手拿准考证,依次前往发榜处,观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。 这四名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同班同学也全部通过出示。 每年一考发榜时,都是有人欢喜有人愁,但与往年相比,今年的考生更加理性。 无论是落榜还是榜上有名,心态都比较平和。 怎么样?考了,要进了。 要进了,好幸运,好幸运。 啊?开心吗? 挺开心的。 有激动的,有点累了吗? 那没有。 结果怎么样? 还没看见呢,还没看见呢? 应该不行吧。 什么?没有,但是我觉得这不能代表什么。好吧,就这样。 考生的平常心,一方面源自于艺术院校的增多,给了考生更多的选择。 另一方面还与考生报考理念的转变有关。 有一些以前想要成为明星的人,成为明星的,想出名的人,他可能也不一定通过艺术院校的方式,他可能通过社会的这些媒体选秀啊,或者一些综艺节目,可能或者是拍电影电视剧,从实践当中去成长都有了。 所以说呢,我想,呃,现在考生可能越来越理性和清晰了。 北影表演学院的副试将在今明两天进行,届时将再次发布进入三试的考生榜单。